据美国媒体报道,早在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,特朗普政府则制裁伊朗最高领袖,并向伊朗军队发动网络攻击之前。 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,在5月的一次总统最高国家安全驻守会议上,曾声称,如果伊朗袭击美军,或者加速核武器的研发,将向中东派遣一支12万军队,以铲除伊朗威胁。 同时,特朗普也警告称,如果伊朗做了任何事,其部分地区将彻底毁灭。 12万美军是什么概念? 实际上,这就是2003年小布什政府,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,借口子虚无有的萨达姆,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而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时, 其所动用的部队规模。 当时萨达姆政权已经人心涣散,伊拉克老百姓在多年制裁之后,更是怨声载道。 大多数人都认为,美军打进来建立新政府也好,生活再坏也不能更坏了。 再加上美国间谍,用一箱箱钞票,收买了伊拉克高阶将领。 结果是12万美军,犹如武装游行一般。 几乎没有经过大的战斗,就迅速开进了巴格达。 众叛亲离的萨达姆逃亡了。 如今伊朗的情况当然是完全不同的。 伊朗同样因为美国的制裁,而遭遇经济困难。 但伊朗的老百姓,不会将之归因为政府,而将之归,因为美国施加的制裁本身。 伊朗的军队被收买是不可能的。 以至于美国恼羞成怒地宣布伊朗精锐武装革命卫队,是所谓恐怖组织。 而伊朗也宣布,驻扎中东美军是恐怖组织。 美军无人机被击落。 更是让美国吃惊不小。 伊朗军队的实力,显然被其严重低估了。 自2017年开始,伊朗从俄罗斯购买的F-300防御系统,正式进入作战值班。 而这次击落无人机的,甚至都不是F-300,而是伊朗结合引进技术后,自主研发的雷霆防空导弹系统。 近日,在取得骄人战技的野战防空型雷霆防空导弹系统基础上,伊朗最近又推出了卡车底盘的雷霆-2防空导弹系统。 军事专家分析这是空军用药地防空系统,制导雷达和光电探头,与导弹分别装载。 这也就意味着伊朗的防空系统,不但拥有外国先进技术,还能自创并不断提高本国技术。 美军只得紧急派遣F-22隐身战斗机赶赴中东,试图压制伊朗的先进防空导弹。 只不过这个举动本身,就意味着美军自身就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可言。 特朗普所谓美国与伊朗的任何冲突,都不会持续太久,只是在说梦话。 我记得 hättefer日黎尔严或其他说明就是最堆复汇UP。 加了对付可逆的副部已经可以进行来。 合作者数字里噐尔领 дет jakiś线 bow里安排彌丽里和非同性秘 murm久肉。 同性一线22号课尔额加 últ只是无อก、限iau私为这线三法琶因为